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夜捣贼入室 抢了财物不算 还杀了这苦蜜的孤儿寡母 惨无人道 可不是吧 这一帮人 太可怜了 太可恨了 执迷不悟 此时其果呀 预贞 预贞 父亲 父亲 预贞哪 坐 预贞 预贞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为父 你爱莫能助吗 只怪当年为父看走了眼 按你许配给送死 真是知人知面 难知心哪 难怪 他自作主张抛家别舍 行命外任 冷淡于你 都因为 他身边有一个红颜知己呀 从此他自作自受 我学家颜面丢尽 真是忘恩服役呀 父亲 您相信这是真的吗 人证物证摆在面前 能不相信吗 我不相信 你 余真哪 也难怪你不信 被服役开始也是不信 我派人到后街暗房 那儿果然有一座 独门独户的小院 布置得相当舒适 他还买了两个丫鬟服侍他们 真是少怜寡耻啊 您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女儿 你可千万不要造次 这个案子 可是在朝廷上挂了号的 那我不好 要把你牵连进去 如果真的是有人 要陷害他的话 我绝对不会弃他不顾 我甘愿和他一块走 混账 我要听他 bible 啊 娘 雨枕啊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 宋慈啊 冷淡了你十几年是不是 她和那个有几分姿色的小女子婴姑 将好不止一年半载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你母亲辞职多年 我唯有女儿这样一个亲人 难道 你为了那段被欺骗的夫妻感情 竟然要抛弃我这把老骨头不管吗 不是的 夫妻 我不是这样的逆子 这个事情太多蹊跷了 我和宋慈做了十几年的父亲 是 我跟她是聚长离多 可我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有婴姑 当初是我亲手把她留下来的 我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那样看 就算我暗示过她 可以跟着宋慈做她的随切 但她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样的两个人 会做出什么苟且的事情 好了 别再说了 能够以德报怨 这是做人的美德 为父赞成 可是事关善恶是非 为父绝不能由着你的性子让你胡闹 他的事涉及案情机密 你也不必多问 为父告诉你 他已经被关在弟子豪大牢 冯玉使和吴知府 明天早朝之上就要向圣上奏明此事 孩子 这个案子 远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呀 玉珍啊 你们虽然夫妻多年了 但是感情淡漠 如今他又先赋于你 他既无情 你不必有意 孩子 为父把你接回薛府 从此以后 我们父女相依为命不好吗 父亲 我是您的亲生女儿 我愿意一辈子都陪着您 可是事到如今 我真的有一件事情要求您 只要女儿不弃我而去 我什么事都愿意为女儿做 你说吧 我要去探监 你怎么 我一定要问问宋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执法犯法 他对我为什么要这么绝情 你这 父亲 我求您 我求您 父亲 父亲 不 不 这为父办不到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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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慈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 现在也真是怪了 进监牢的都是些当官的 那个还没出去 这个又进来了 怎么又是第三个来了 大人 大人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快说呀 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慢慢说 别说那么多 大人现在在哪里 说呀 大人在哪里 大人他 坐牢了 叶姑娘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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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嘛 夫人在哪我见她 夫人 你给宋香惹下这么大的祸事 还有俩来见夫人 夫人 夫人不在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祸临头当子妃 老爷进了大狱 不然自然就去避难了 大人为什么进了大狱 那也问你自己 那也问你自己 英姑娘 夫人 你去哪儿 我去陪大人蹲大牢 你千万不能莽撞行事 我没有可供避祸的娘娘 英姑娘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夫人 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非常敬重你 我觉得你是女人中的楷末 我觉得你是天底下 最娴淑善良的女人 可是今天 夫人 英姑有一事相求 看在您和大人十多年的夫妻情分上 我能恳求您 去向您的令尊大人说一句 把我也送进大牢 大人不是因为我而做的大狱吗 那我愿意去陪他一生一世 把牢底坐穿 我也心甘情愿 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到 只是 你已经错过了两期 这话是什么意思 早在几年前 我就暗示过你 我是诚心诚意的 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也可能你明白 可你的心里头很体谅他 你一直把这份感情深深的埋在自己的心里头 这一点 我心里很清楚 结果又怎么样呢 他还不是被小人陷害 扣上了拿小钱 收受贿赂的罪名 都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还不如让他早些把你取回家来 就不会受今天这样的苦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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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如今 因姑也坦诚地对你说解决 说句心里话 我是真的 特别特别喜欢他 自大王跟着他身边的第一天起 是 我的心里 就牵挂在他的身上 他开心 我会比他更高兴 他忧愁 我会比他更着急 这么多年来 我陪在他身边 我觉得 他有的时候 像我的父亲一样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又觉得 他像我的亲哥哥 有的时候 我觉得 他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特别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因为 是 我的确是喜欢他 可是 夫人 自当我见了你之后 我知道 我不能太自私 我发现你是那么善良鲜术 我已经过度地占有了他人 在工作中 生活中 我和他朝夕相处 可是您呢 我不能自私 不能自私地夺取你仅有的这一点点情感 我愿意 就这么守在大人身边 一生一世 我也情有 夫人 您能理解我吗 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 我相信自己的丈夫 我更相信你 不是那样的人 谢谢 夫人 刚才 我对您太鲁莽了 您别在意 贝二姐 我知道 您是心里头着急 可这件事情 绝非是您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夫人 夫人 为今知己 能不能再去恳请 恳请慧爵公主帮一次忙 到皇上那去澄清事实 还大人一个清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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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去探监 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的父亲 竟然会阻拦我 夫人也想去大牢的话 现在倒是有一个人 谁 走 你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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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岳父大人 想不到你我翁絮 会在这种地方见面 至神狱中的滋味不好受吧 我刚才已经关照过了 给你单独弄些好的饭菜 你怎么不吃啊 吃不下 这也难怪啊 这样的处境怎么受得了啊 雨中才过一夜 你的脸上就贴了几分苍然之色呀 岳父大人 多谢您的关照 宋慈 倒也没觉着有什么特别的不好 此地冬暖夏凉 有吃有喝 遮风挡雨 更难得的是 还有空闲的时间 想想以前的事情 宋慈 我已细细看过暗宗 你的罪不清啊 执法犯法 循私受贿 与亲定要犯 创功造假 枉杀无辜 而且 又人证物证 你身为提刑官 知道按律法之罪 该受什么样的惩处 岳父大人 按吴苗水给我定的罪 恐怕在这弟子号大牢 我也待不了几天 但是稍微明眼的人 就会发现 我宋慈再蠢 恐怕也不会做 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情 岳父大人 想必您 是不会相信的吧 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人心难测 压阵难拨 你想没想过 这些年 你是否变了许多 活儿做大了 到了四品 进了京城 是不是心也大了 有了某种悲愤之想 岳父大人 所指何事啊 石文俊一案 愿由吴苗水申理 已尽结案 此案与你本不相干 可你却自以为是 向圣上讨得了这份差事 而且穷追猛打 不遗余力 我真不明白 你这样做是何目的 或者是受何人指使啊 岳父大人 宋慈自任者提刑官以来 无论是就职经济 还是放任外地 都是为了除暴安良 秦贼捉奸 为了国家跟百姓设计的安全 此事从未有益 况且我入室为官 从来也没有想过 要指望着谁 何来有受人之托之说呢 这史文俊一案 一开始便疑点破多 是我心存疑惑 主动向皇上请应勘查此案 谁指此案越查线索越多 越查 不要说史文俊的案子 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 趁此事还没有奏醒圣上 不就还来得及 大丈夫能屈能伸 在这生死关头何去何从 希望你快刀斩乱麻 做一个决断 岳父大人 那我该如何做这样一个决断呢 是任下吴苗水 栽赃在我头上的罪名 还是让我三奸其口 就此不闻不问 你是个聪明人 该怎么做 何须我依依依说呀 你和史文俊 非亲非故 义无交情 此案又不是你 经济提点行育的分类事 此案疑难重重查不下去 你何不知难而退 准确了很多麻烦 明白了 您是让我抽身而退 不再审理此案 这是上家之策 这个上家之策 就是任凭吴苗水 把卖国通敌的罪名 强加在史文俊身上 任杀任放 我不再管是这样的 这个我宣某可以从中调解 史文俊可以逃过一死 你将无罪开示 我也可以官赴原职 就此无事 这个嘛 金官恐怕是做不得了 不过我有办法 可以放你一个绍兴之府 或者是苏州之府 官居四品 这可是肥得流油的美差呀 你怎么 岳父大人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我宋慈这里还装得下 这颗滚烫的心吗 我身后还崩得起 这根硬邦邦的脊梁骨吗 你 岳父大人 可还记得当年之事 当年 当年何事 当年宋慈少年弃生 为了同学孟良辰一样 深入虎穴 身陷为难 多亏岳父大人 您率部下赶道 救我于水火之中 你我翁絮联手合作 将梅州县两刃之县的冤案 查得水落石处 恶徒遭到惩戒 陈渊得以昭炫 百姓欢呼 容颜大悦 此事过去十几年 宋慈牢记在心 不敢有吗 岳父大人 今天同是史文俊一案 怎么你我翁絮二人 就如此水火不容呢 岳父大人 您是吏部尚书 尊为国家栋梁 你怎么能看着别人 网寿冤屈 不闻不问 这宋慈实在是不解 贤虚果然是蒸蒸铁骨 并性刚烈 却不知 刚之过烈 亦损其刃 宋慈 为父让你知难而退 自有道理 治国安邦稳定为上 故先生有忠庸之说 于是 据权衡利弊 两害相比 则其轻者而曾之 原下史文俊一案 错综复杂 多方牵连 越插越乱 人越死越多 再这样插下去 势必闹出种种的恶果 必然谣言分歧 民心造乱 军心浮动 国情不安 岳父大人 本案本与你没有任何牵连 怎么听你之言 情急一切 倒好像是与你有关 本案 与我毫无关系 也谈不上什么牵连 我身为地部尚书 多年受恩于宋皇 自营担负起 维护大宋江山 稳定政局的重大责任 故有此言说 希望你能抽刀断水 一了百了 纵然是贤婿 对我有误解 还是怨气 我也顾不得 岳父大人 你果然是朝中重臣 人中之俊杰呀 如此摆不上桌面的事情 你居然能唯以华丽的外表 还能提升至民众大力的境界 居然还有圣贤中庸之道 作为最高宗旨 我宋慈肚子里没有那么多文末 想不出这些道的 我也说不出那么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就认一条 审清案情 缉拿凶手 方能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难道你一定要为了一个 人人厌恶的满汉 闹犯京城 搅乱官场 得罪亲朋 伤害师长 弄得天下不得安宁吗 你这样做值得吗 有必要吗 宋慈查案 向来是任案不任人 冤屈必须伸张 杀人就得偿命 我做这个提刑官十几年 转展各省经首几百起案子 还没有冤假错案 虽说现在深陷监狱 含冤其中 但足以慰藉此事 如此看来 你是听不进我一句话 我心已定 岳父大人 不必再多说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我走了 我告诉你 玉珍已回薛府暂住一时 你就他的事事在这儿待着 好自为之 岳父大人 怎么 改主意了 岳父大人 可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桩往事 何事啊 何事 那天天气情好风和日丽 岳父大人与一班大臣在西湖上泛舟 忽然有一女子高喊了一声 翻身落入湖中 不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对 岳父大人 你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 不 我不想听你胡说 好自为之 慢 虽经十六七年 但我一直记忆犹新了 那天那女子落入水中之后 岳父大人脸色突变 非常焦急 而后惊人把她打捞起来 谁知那女子把一把锋利的剪刀 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此时此刻 你说此事是何用意 那无名女子自寻短见 与我老夫有何相干 时隔这么多年 我一直记在心里 岳父大人 那女子因何在西湖边子上 临死前那一声高喊 你可记得 十几年前的事 我怎么会记得 可我知道事后有人为那女子 买了棺木和墓地 那无名女子抱尸湖边 我薛卯于心不忍 我只不过花了几十两银子 做了一件小小的善事 岳父大人果真是慈悲之人了 这女子死后十几年 还有人替她拜祭 而且就在几天前 她的墓前还摆着祭品 那是一幅画 虽残破不全 但仍能认得出 那是一幅春艳图 也就是这幅画 让我想起那女子在落水之前 高喊的一声是 燕子 你说这些与我何干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大哥 没烧大鱼啊 还行 本着来尖鱼吧 这能卖不少铜钱吧 哪有那么好啊 这船是租来的 这打的鱼啊 一半要交给船主呢 总算抓到一条红鲤鱼了 大哥 这红鲤鱼还有什么说法吗 你是外相来的吧 我们当地人有个说法 吃这个红鲤鱼啊 可以消灾避祸 咱们船主啊 有个从京城来的朋友 怕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 船主再三交代 你看 终于让我抓着一条红鲤鱼了 你这呢 不是老夫不想帮你这个忙 你不知道啊 这个天字地字号的大牢啊 他的玉柜啊 比别处要研得多 哎 向来是不准亲人探监的 哎呀 我冯某 哎呀 不想破这个先例啊 冯大人 您是不想破这个例呢 还是不愿意帮这个忙啊 哎呀 姑娘 你呀 应该懂一点大宋的律法 我 身为御使 我 哪可以 知法犯法啊 啊 夫人 既然这件事情 让冯大人这么为难 我们就不要难为人了 我们走吧 走 那就不送了 走好 走好啊 冯大人 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您提个醒 什么事情 说 说 加州库营师道 这件事情 您一定还记忆犹新吧 这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 这个案子虽然破了 可是二十万两白银 却只追回了十万两 还有十万两 却不知所踪了 说得是啊 还有那十万两 就好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走了 从那以后 就就就就就见不着这十万两了 不 那十万两官银啊 已经有了下落了 在哪儿啊 冯大人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十万两官银啊 让圆杰的妻子带到京城 通过醉花楼的老板沈彪 孝敬给了京城中的高官要员 只要把圆杰的妻子带到京城 指认了沈彪 此案便可水落石出 这件事情 宋大人呢 只对一个人说起过 哦 他给谁说了 当然是宋大人最信得过的冯大人您呢 您不记得了 姑娘 我 你知道 这有的事情 事不关己的我就 不把它放到心上了 冯大人您竟然没放在心上 那怎么会有人敢在我们提刑司的人到达之前 对圆杰的妻儿下了黑手呢 昨夜盗贼入室啊 抢了财物不算 还杀了这苦命的孤儿寡母 冯大人 冯大人 真是惨哪 这个 就是圆杰的妻儿的尸检革目 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圆杰妻儿的尸检报告 您是否 要审阅一下 沈标怎么会干出这事呢 我真是不太清楚 我 这件事情既然和冯大人没有关系 那好吧 夫人 就麻烦您 把这份 阁目交到宫中去 您不是和惠爵公主的关系很好吗 通过她 转交给圣上 您说怎么样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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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 你 你刚才不是说 要到地牢去看宋祠吗 说的是啊 毕竟是十多年的夫妻了 人之常情嘛 冯伯伯亲自陪你去 我倒要看看谁敢拦住你 那就有劳冯伯伯了 应该应该 应该的 走吧 鹰姑娘 老爷老爷 红鲤鱼打回来了 好好好 果然是好赵都啊 打来了红鲤鱼 好 二宝呢 二宝兄弟 找找 找我有事 好福气啊 打着红鲤鱼了 要让咱们红少路好好喝几杯 好 过来 大人 是 是 来 来来 快来快过来 鹰姑娘咱们走 我 怎么了 好 夫人 还是您一个人进去吧 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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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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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必再来看 难道我就不能来看你吗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十几年的夫妻 我就不能来看你了 吴淼水给我安置的罪状 其中有一条就是 其中有一条就是 你安置私宅去养小妾 对吗 你不想骂我猪狗不如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或许会怨你 会恨你 甚至会骂你 可我知道 我嫁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了十几年的提刑官 熟知律法断案如神 他曾经惩处了那么多坏人跟恶棍 洗清了那么多冤屈 这么一个心胸坦荡 像明镜一样的人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你就那么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也相信 英姑娘 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说的 我嫁给你十几年 虽然 我送上一个称职的妻子 但不会愚钝到不明是非的地步 这些年来 你我夫妻相处 不是很融洽 但毕竟 已经是知根知底 至于你和英姑 我和英姑 苍天可见 你大可不必像我这样了白 侯杰斯宅一事 我已经去探访过了 你还是因为不信任我才去的吗 不 你错了 我是想看看他们 是怎么陷害我的丈夫的 你打听到了什么 我知道了 在宫堂上指证你的那两个婢女 实际上是他们前两天才从乡下找来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 恶意重伤 做的都是伪证 是啊 他们竟敢用这种下三烂的雕虫小技 欠罕堂堂的宋大人 岂不是自取其辱吗 说得好啊 玉震 他们用这么下三烂的伎俩 就把史文俊史大人关在了天牢 把我宋慈关在这地牢 大宋刑律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真是设计不保 那 他们是谁 究竟是谁要陷害你